红金拳 右衣 12月27日消息 中国游泳队刚刚结束在阿布扎比的国际短持游泳式竞赛 日前刚刚回到广州进行隔离 在本次本赛中 东京奥运冠军张宇飞再次成为网友们关注的焦点 这不仅因为张宇飞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拿下了女子200米蝶泳的金牌 更因为在本次比赛里 张宇飞的绯闻男友也浮出水面 而这位绯闻男友的身份也是让一众泳迷们非常吃惊 说实话 对于这位男主角 小编也是非常吃惊啊 而且说这位绯闻男友是浮出水面 也是毫不夸张的说法 在北京时间12月19日 阿布扎比游泳赤锦赛男子200米自由泳的比赛中 永迷震惊的发现 18岁的中国男子新星红金拳 竟然带着张宇飞的有貌出战比赛 这一幕疑似高调是爱引发了永迷们的强烈关注 大家纷纷吃瓜 在转播画面中 可以清晰的看到 红金拳的有貌上 清晰的印着张宇飞名字 The New Five的全拼字样 这看起来有点像小弟弟在宣誓主权啊 张宇飞今年23岁 而红金拳只有18岁 两人的年龄差距达到了5岁 不过 看过大家的评论 小编发现 现在网友们的观念真是非常开放的 虽然觉得这对姐弟恋有点意外 但是并没有人对他们的年龄差距说三到四 不过 虽然网友们在认真吃瓜 但是无论是红金拳还是张宇飞都没有表态 所以这一对俊男美女究竟是不是一对现在还无法定论 但是有意思的是 在东京奥运会结束后 曾经有很多吃瓜群众把两位奥运冠军张宇飞和汪顺凑成一对 这当然是粉丝们的美好愿望 当事人不一定愿意 所以 说不定女神的真命天子就要以这种方式宣誓主权 年轻就是好啊 说起来 红金拳虽然年轻 但也已经是国家游泳队的潜力新星 他和汪顺其实都是来自浙江的选手 红金拳今年只有18岁 是孙杨和汪顺的师弟 早在二清会的游泳比赛中 红金拳曾以七斤二赢一同 共识美讲台的亮眼成绩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他2019年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中 红金拳又夺得了三斤一赢的好成绩 游泳迷曾经将红金拳的成绩和前辈孙杨做过对比 在200米自由泳项目上 红金拳个人最好成绩为1分48秒30 创造这个记录时他刚满16岁 而当年16岁半的孙杨 在这个项目上的最好成绩是1分49秒19 直到17岁半的时候才达到1分48秒35 因为年纪轻轻就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红金拳也因此成了备受看好的孙杨接班人 还有一点也让红金拳非常引人注目 虽然还不到19岁 但是红金拳的身高已经达到了1米95 而且颜值超高 在宁泽涛汪顺之后 红金拳也被认为是中国男子游泳队的颜值接班人 去年张雨菲曾经在社交媒体宣布自己并非单身 还晒出了两人的合照 从影像看 还真有点像红金拳 不过 现在张雨菲是中国女子游泳的领军人物 红金拳也前途一片大好 不管两个人是否真的是一对 还是希望这一对俊男美女都能在训练中付出更大的努力 未来也能为国家赢得更多的荣誉 也不辜负有弥漫对他们的喜爱